大家好 我是馬國鳴 請教一下馬國鳴為什麼在微博破文的時候 都會親自畫這個VE認真 這個是因為我第一天開微博的時候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開微博 有很多我的粉絲就說 是否真的?是否真的馬鳴 我就唯有自己畫個VE認證我自己 告訴他們這個真的是我 是我真的開了微博 變成有畫VE這件事 但想不到這樣就會上了熱手 他們就會講 很多人談論 馬國鳴為何微博每一張照片都畫個VE 所以都會繼續一直畫這個文革 對 到現在都有畫的 但其實都是just for fun 就是just for fun 我們也知道今天你為了白色強 第一次唱廣東版的歌曲 第一次現唱你有什麼感想? 其實沒有的 我們那時候因為白色強人一路出街的時候 反應很好 嘉儀就突然問我 喂 你有沒有興趣 不如一起唱合唱版 當作宣傳 那時候的心態都是 那我就唱吧 當作宣傳 其實只是為了宣傳 想著最後一個星期再宣傳一下白色強人 所以其實又不是說 因為我本身自己對唱歌又怎麼說呢 我又不是說很有興趣 但我又不太介意 偶爾唱歌去找外快 但是你說 我又不會投入 去全職做歌手或出唱片 那些我就不是很適合我做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演戲多些 嗯 我們看到就是一千年播出的 唐莫迪很受歡迎 剛剛也完成了第二系列的拍攝 那想了解一下 媽咪本身是否相信有神鬼的存在 其實我都相信的 我自己都相信的 我經常覺得寧可信其有 就不可信其無 嗯 嗯 雖然我自己從小到大都看不到的 嗯 但是我相信的 我相信有那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 入屋叫人入廟拜神是對的 我覺得是應該做回這些事情的 那最近為了這個使徒行者善滿 這個銀色的頭髮很帥氣 所以比之前白色強烈的 同名醫生又更有型 那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在造型上 又突破自己啊 給觀眾什麼樣的期待 就不介意修一下身材啊 之類的 其實我從來都不介意的 我經常覺得要看個戲 就是又不要很刻意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劇情上需要 我就覺得OK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舒服 就是不要為了做那件事而做那件事 都是看個故事 看個故事 還有我很開心 使徒行者這個造型 暫時 其實我暫時 見過很多人 他們都說使徒我這個造型很好 覺得很新鮮 還有覺得很有型 我希望這個友人可以延續到在戲裡面 因為我戲裡面的角色其實都 都真的挺有型的 戲裡面的角色是挺有型的 提到十足星澤三 那你飾演的是反派的角色 那請問一下你本人會比較喜歡飾演好人呢 還是挑戰去反派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一定喜歡演反派 因為反派的空間大很多 好人是很難演的 很多時候觀眾看 如果很好的人 他們會覺得那個人是否這麼笨 他們反而會這樣看那個人 但是壞人那個 無論角色上或者空間上都會比較大 所以我其實我都很 所以我和TVB申請了很久演壞人 但是到今時今日 終於可以給我演視圖 第一次 第一次就是整個戲 做一個很有型的壞人 好 那我們看到你工作上都很忙 工作時間也很長 19年就有三部聚集 你平時是怎麼保持很好的心情 怎麼抒發你的壓力呢 我覺得是運動 踢球 還有可能我自己真的很喜歡演戲 變成我每一天演戲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我想都是這件事 令到我不會感覺很熬的那件事 所以你就是把它當成自己的 passion 對 因為我喜歡那件事 所以我就會很享受 我每天上班都很享受 那我就不會覺得辛苦 我覺得演員 你問我演員前的足球 因為很被動 演員是很被動的 你可能被人踢來踢去 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掌握到 你自己可以控制到或者掌握到的 那部份可能很小 但是唯有你只可以在那部份裏面 盡量去做好自己 至於你有沒有得到的東西 得到的多不多 這個都是要很隨緣地去看 所以我自己做人都是比較隨緣的 很多事情我都不會強求 最重要是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以及一家人齊齊整整 這是最重要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你